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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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们一起秀的演播室里面 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音乐天才 她不仅精通钢琴 而且还擅长舞蹈 让我们一起欢迎一下陈夏子小姐 大家好 我叫陈夏子 我现在是一名钢琴老师 很高兴来到一起秀这个节目 陈夏子你本身的专业是钢琴 对吧 对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你之前的资料 你是从小就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 对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父母在音乐 就是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吗 好 我父亲是一个钢琴教授 是一名钢琴教授 我母亲是 其实是一个舞蹈编导 所以就是从小就又学舞蹈 又学钢琴 就两样抓 其实很小 我父母经常在外面有演出什么的 但是我姥姥会带我一起去看他们的表演 什么的 就很小就会接受一个这样的一个启蒙跟熏陶吧 那您的父亲的专业是钢琴 母亲是舞蹈 那为什么你最后的天平还是偏向了钢琴更多一些呢 其实很小的时候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我其实说实话 因为女孩子都爱美嘛 然后就很想以舞蹈就是为职业 但是后来经过我们家的决定吧 然后还是觉得钢琴可能以后路可能会更长吧 更适合我 然后我看你刚刚就是跳的 除了手跟脚的动作以外 我刚刚当时就是其实特别注意到你的表情 我觉得你的表情当时给我感觉就是特别生动 就是当时你可能舞蹈动作还没有出来 当你那个眼神其实一下子就把我带入了那种情绪里面 那像对于你们专业的舞蹈演员来说 你觉得就是表情啊 还是肢体动作啊 在这个古典舞里面哪个是更难练习的呢 其实舞蹈基本功它就是一个基础 就像盖坊这样 它是一个基础 但是就像您说的表情是特别重要的 表情其实是很 包括表情包括一些表现力 因为古典舞它讲究以形 以形带动作 就是欲开先合欲左 先右欲右先左 它是有一个含蓄的一个过程 对它讲究神形兼备吧 所以它是内在的一个 一个要有一个韵味的出来 这样才古典舞的味道才能出来 就是整一个协调度来讲 是需要非常多时间去打磨的 那这个舞蹈我想知道你是就是是从别的编舞老师那边学到的还是说你自己整个把它编串下来的 这个其实是我这两支舞蹈都是我自己自己编的 对自己编的 因为可能也问了我我母亲的一些建议吧 因为她有因为我看的也多 对所以就整个有时候会即兴的东西有一点 其实因为我弹钢琴也弹了这么久嘛 因为弹钢琴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就是那种感觉你可能弹到那个音或者你听到这个音乐 你就觉得那个动作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代表输了 就是特别喜欢中国古典舞的 好那谢谢你今天做客我们这里 也希望你之后的艺术大陆越走越好 好谢谢支持 谢谢你 随着这两年沿喜攻略的大热 其中的主题曲《雪落下的声音》也快知人口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陈夏子如何演绎》这首曲目 青青睿 青青青 若再火掌心 青青青 若再火掌心 青青 我 时间是注定 同比 把快乐藏起 我慢慢的听 却落下的声音 闭着眼睛 幻想它不会停 你没办法靠近 却不是太过气 只是看脸窗外好风景 我慢慢的听 却落下的声音 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 睁开了眼睛 蔓延的雪哭泣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明明 花那么寒兮 假装 假装 那只是定理 你 泪迹 也不能相信 啊 此生 不知斑驳 我慢慢的听 却落下的声音 闭着眼睛 幻想它不会停 你没办法靠近 却不是太过气 只是看脸窗外好风景 我慢慢的听 却落下的声音 反复是你贴着我脚轻轻 拥开了眼睛 漫天的雪哭泣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恒风酒行最美品质 选购红酒就到恒风酒行 留着眼睛 户了 闭着眼睛 爹 闭着眼睛 震口 震口 感谢观看